你 你 你有没有想过 你是要走的人 要是我当真没有你不行 那到时候我又该怎么办 这就是你 赶我走的原因了 你们干嘛呢 郡主殿下 我们 在商讨一些案件上的事 在商讨一些案件上的事 我们在说大理寺的事情 说了你也不懂 咸鱼带了些野味回来 待会儿准备用晚膳了 我特地来通知你 有劳郡主了 你留下 我有话问你 干嘛 你刚抱着莫言哥哥是什么意思啊 冰儿姑娘 你吓死我了 你去哪儿了 我怕柴火不够 去树林里捡了些 以后千万别擅自行动 这里很危险的 是 知道了 好 只是煮水 不用搅拌得这么快 我们大人一向断案如神 你放心 明天我们就出发 一定会将凶手绳枝于法 一定会把你的姐妹们救出来的 屋里还有柴火 我去拿 有劳公子 都是因为你 莫言哥哥才会对我不理不睬 你现在居然还敢明目张胆地勾引她 我没有勾引她啊 我只是 抱了她一下 你不要以为在荒山野岭 你就可以放肆 你信不信 我现在就回宫向皇上禀告 将你治罪 看你还敢不敢嚣张 回宫 就凭你啊 就凭你能走出 这边森林 别开玩笑了好不好 本郡可是堂堂郡主 这有什么难得了我的 我不管 我一定要让皇上 跟贵妃娘娘为我做主 好 那回去吧 别嘴硬了 柳阳郡主这臭丫头还真是会惹麻烦啊 不知道会不会有事 汤好了 喝汤了 去把郡主和如小兰叫过来 是 太子请用汤 太子殿下 您先用 请大人 请用汤 大人 这汤 拿去 谢大人 大人 汤搁久了 就要凉了 冰儿姑娘 您是否会武功呢 大人说什么呢 一介民间女子 哪会什么武功 是啊大人 你这话问的太奇怪了吧 冰儿姑娘要是会武功 怎么会被那些盗贼 追得四处逃窜呢 对吧 大人 您还是快用汤吧 你到底是谁 不愧是大理寺的亲大人 未经伪装得如此天衣无缝 没想到还是被你看出了破绽 你对他们做什么了 放心 只是迷魂药 只要你乖乖的把五色石交出来 我还能饶你们一命 要不然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我可不敢保证 快把解药交出来 不容易 挺可怕的 好 我去吧 中的使不上力了吧 我剑术虽不如你 阴阳术却还了得 五色石怎么会 不 不是五色石 看样子你的阴阳术还没我的宠物了得 大人 这是什么情况 我到处都找不到郡主和冰儿 冰儿是敌人冒充的 你安置好太子他们 我出去一下 乳姑娘他们可能有危险 是 这地方这么大 鬼才知道要怎么回去啊 这个乳小兰 故意拿话挤我 可恶 我回宫一定要将她治罪 好冷啊 怎么下这么大的雪 这脸虽然重要 但是命更重要啊 通往那宅子的路是哪一条啊 怎么跟刚才又一模一样呀 怎么跟刚才又一模一样呀 没事没事 我可是不要自己下自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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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没事的不要害怕 我可是高高在上的柳阳郡主 剩下来就是高人一等的人中龙凤 柳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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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柳阳的发簪吗 柳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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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阳阳 柳阳阳 况且还有影伤和玄玉在 你不要怕 我刚刚找到了郡主的发簪 但是我不知道她人去哪儿了 要不 我们一起去找她 再一起回去 好不好 诶 冰儿 你这手怎么了 受伤了吗 你 你这小姑娘 还真不简单 那桃木服是你做的吧 竟然能伤到我 你就是毒夫人 五色石 还给我 你这个老巫婆 还给我 你也有五色石 那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 这样 等我拿到那男人身上的一块 我就有四颗五色石了 到时候加你的血作为要饮 我的愿望就可以实现了 还给我 老巫婆 那是 谁 不要 我 死了 我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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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你 你 我 我 你 那两个女孩 还有被你绑走的寄生在那里 果然好过 刚才在房间伤毒夫人的就是你吧 回答我的问题 你答应我的请求 我就告诉你 别想说话中 请你帮我杀了毒夫人 我为什么要帮你 毒夫人膳使阴阳术 我和我的部下本就是普通的山贼 被她下毒控制 让我们收集少女的鲜血 及五色石 还有鬼草炼丹 我们伤不了她 只能被她一生所用 这是怎么回事 启禀殿下 属下一时疏忽 让敌人假冒了冰儿 在汤里下了迷魂药 所幸药里并没有其他的毒性 他俩没事吧 他们一会儿便能醒过来了 卢姑娘呢 没事吧 卢姑娘和郡主下落不明 卿大人已经在寻找了 殿下请莫妄动 外面很危险 这凭你也想乱雾啊 属下不敢 如果她所说 搜集少女鲜血一事是真 那如小八也去除 请你帮我杀了她 活我们自由 莫妍 你没事吧小兰 没事啊 你终于来了 我一个人很害怕 伏全山已经把 寄生们的位置告诉我了 现在我们去救他们 伏全山 你怎么了 谢身吧 毒夫人 这次又怎么识破我的 那个家伙不是你能模仿的人 乖乖束手就亲 真是禁酒不吃吃法的 快把武色师招出来 你试图谋害太子 谋杀朝廷重臣 涉及树桩人命 我要将你带草押入天牢后审 你现在不杀我 你以后一定会后悔的 如果你知道 你心爱的女孩正危在旦夕 你还能如此神气吗 你把如小兰怎么了 靠着她的血化身为她 你说呢 爷爷 爷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见过太子殿下 我与贵妃娘娘也算旧事了 你没必要这样对我吧 看来你也知道本王为何而来 鬼草是吧 把你所知道的都说出来 有求于人却以见相知 我们江湖上可没有这个规矩 鬼草到底是治什么病的 你给本王从事招来 保证我杀了你 说给你听也不打紧 鬼草属于极寒之物 与古毒的药性正好相克 你们的健康人如果吃了鬼草 跟自杀没什么两样 本王体内有蛊毒 看来贵妃娘娘的嘴巴可真紧 放肆竟敢出言不讯 杀了我 你就再也别想知道 你体内的蛊毒从何而来了 小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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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撑住 撑住 秦王爷 你没事吧 你终于来了 别说话保持体力 你没事的 啊 秦王爷 我觉得我不行了 我有句话想对你说 别说话你不会有事的 我有一句话要对你说 我小蓝 别说话 你不会有事的 我有一句话要对你说 我小蓝 别说话 我会想到这个世界上 当你的宠物 我真的很感谢 我不是告诉你 别说话了吧 你一定要给我撑住 莫爷 你可以像平时一样 摸摸我的脸吗 小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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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茹姑娘是失血过多 所以才晕了过去 目前血已经止住了 不过几日便会恢复了 那就好 还好 这毒夫人的府邸药材甚多 并且调养身体的药材也不少 还有 那些寄生们 我已经调治好解药让他们走了 你确定这个宅子里没有鬼草的踪迹 既然是他的宝贝之物 他随身携带也是不无可能 大人 刚刚获救的那些寄生们 已经让衙门护送回城了 所幸柳阳郡主没有受伤 只是受到点惊吓 但是你走了以后 他也嚷着要回去 索性就派人护送回去了 好 可怜的冰儿 他的姐妹们都获救了 自己却惨遭了不测 玄玉 可有什么毒夫人的线索 你们不用再找了 参见太子殿下 参见太子殿下 免礼 敢问太子殿下何出此言 毒夫人乃此案的主犯 我们必须将她绳之以法 他已经死在我手下了 太子殿下 此案还有尚多的来龙去脉 没有理清 让毒夫人就这样死了 这不太合 本王何尝不知啊 只是这毒夫人阴险歹毒 想要袭击本王 出于防卫才将她置于死地 倒下 杀 cardboard 如姑娘煞在昏睡中 是的 但是过几日便会康复了 这是从毒夫人身上寻的 归还给如姑娘 微臣替儒姑娘谢过太子殿下 臣斗胆还想问 太子殿下在毒妇人身上 可有看到什么其他的东西 这本王就不清楚了 不过他的尸身就在附近树林 你们可以去查一下 本王还有钥匙 要即刻进宫 就不打扰各位了 恭送太子殿下 殿下 我们这样离开真的好吗 我已经找到我想要的东西了 大人 经过扶全山的确认 那确实是毒妇人的尸体 不过在她身上除了一些烧毁的符咒 没有别的可疑的东西 看样子鬼草确实不在她身上 我们得去别处找了 嗯 嗯嗯 喂 你 你们看着我睡觉干嘛 这不可能吧 一般人失血到这种程度 都要休养个五到十天 如姑娘 你 失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